珠海斗门区真的是个坑吗 随着珠海航空行程和唐家湾的发展进度 以及规划和配套落地 房价也突破3万元每平方米 房价还在2万左右的斗门区 成为了第二个选择板块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斗门区的底层价值 斗门湖心片区 距离城区副中心的航空行程 只需要10分钟左右 距离市区或者横勤 不堵车的情况下30分钟左右的车程 加上今年年底香海大桥的通车 这些交通优化了城区板块之间的通勤价值 湖心片区作为整个西部的第二新城区 很多重点学校 大型商业 医疗中心 市政公园 体育馆 邻里中心等 在3-5年都会逐步兑现 在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显示 珠海10年来的人口数据 上涨56.4% 稳居前省第二 珠海近几年触发了很多强人口 遭投资的动作 2025年突破300万人口大关 破错有余 有希望在2035年 突破500万人口大关 恒情政茂区和滩家湾 以及金湾区的房价 不再是干稀人群的可选区域 那么斗门的湖心片区 成为目前延老自住家投资的可选区域 请注意我所提到的投资属性 仅代表湖心路和湖心新城板块 其他区域依然不建议带有投资目的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评论666获取优质可选楼盘资料